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像库插 因此被网友调侃 是库插大楼 这个大楼地上地下空间都极大 地上的双塔建筑连接在一起 连接部分是五星酒店 这个建筑内有100部电梯 可见设施还是很齐全的 淮南钢琴房子 这个建筑主体是个钢琴 装部设计成透明的小提琴 这个建筑是一个双层展览馆 小提琴是蒙梯和楼梯 它占地1100平方米 均由玻璃支撑 白天看起来十分耀眼 晚上则用灯光勾勒出乐器的线条 无比迷人 波兰外屋 这个建筑外面看起来歪歪扭扭的 整个房子就像被挤压的一拉罐一样 没有一个线条是直的 但别小看它 它可是波兰很火的建筑 很多外国人特意来波兰参观它 这个建筑里开设了酒吧和餐馆生意很火爆 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奇特的建筑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